這次大家應該是 就是衝著 很多人會衝著女主角 就是進戲院看服飾傷痕 因為這是我們有得過 就是我們的奧斯卡影后 通通都是有受過金獎的提名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三位的演技 這女主角當然沒有話講 她非常的美麗 她是以那個玫瑰人參 玫瑰人參得獎的 那在這部電章 她必須演一個波蘭 波蘭女子 所以說她必須要有一個波蘭口音 我想要說那個 梅里斯翠布當然當初演那個什麼 德的第一部 第二個奧斯卡講 蘇菲的選擇 她也是模仿波蘭口音 結果其實這種模仿口音 對一個演員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很能夠發揮演技的機會 那在這部電影當中 這個瑪麗勇 柯蒂亞 她幾乎是整部電影 就是她在在等於是她 等於是她表演表演天地 她在這部電影當中 演出一個很柔弱的女子 一方面她又非常的堅強 她非常的 覺得好像刺蝟一樣 很冷漠 可是她又很柔弱 同時她又必須用她那種柔弱的方法 來對抗外面那個可怕殘酷的美國社會 所以說這部電影對她來說是一個 有很大的發揮的空間 那至於另外一個演員叫做 瓦昆菲尼克斯 她是以那個已經入圍過三次的 那個奧斯卡 可是都沒有 都沒有得獎 都沒有得獎 她是問你鍾情 是幾乎是她最有名的一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她演的角色我很喜歡 就是說一個瘋狂愛上一個女人的一個男子 卻得不到她的愛 就是她是演一個愛情的角色 我想這樣的角色 在很多在電影當中是會最受人 憎憬最受人歡迎的 尤其是她一個壞蛋 而是一個多情的種子 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她演得非常的 非常非常感動人 那至於那個 Jeremy Rayner 她是那個 危機到處的男主角 她在這部電影當中演一個魔術師 她戲份不多 可是她就演出一個 跟那個卡昆菲尼克斯不一樣的典型 她的愛情是比較魯莽型的 她馬上就跟那個主角 就是等於追求她 這樣的角色卻在電影當中 變成了一個唯一的犧牲品 就這部電影當中 如果說唯一有一個人被犧牲的話 就是這個角色 所以說這三個角色 都有各種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層次 跟不同的東西 是一個蠻豐富的角色塑造 Jacques Phoenix最近的作品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雲端情人 在裡面就是一個求愛的男子 那跟這次演的是一個反派 所以就是小摩 有感覺到不同的層次嗎 很在想像說 這是同一個演員演的 因為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真的就是你 就是要進戲院去看 她說她真的是投 怎麼樣投入到這個角色 她說因為太投入了 所以她真的是每天 跟女主角說對不起 因為她在片子裡面 可能對她做了一個 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我們說移民主題的電影 其實非常的多 就是小摩 各位幫我們舉幾個例子 可以做對照 移民主題 移民電影最重要一點 就是關於童話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外族人 怎麼樣童話 進入美國這個社會 那幾乎所有移民主題 都是在講這個童話的過程 如果要比較的話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可以想像所有 禁酒時期的電影 那些幫拍片 雖然說裡面沒有那個移民 移民角色 可是你可以想像 那個社會就是一個移民 混雜的一種社會 那舉個例子就是那個 教父第二集 教父第二集就是一個 那個義大利移民的故事 他在回溯那個克里昂的童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移民的故事 那個電影的背景 也跟這部電影幾乎是重疊的 比較起來的話 那個歐洲那個地方 到美國移民的話 他們會比較是 就必須要做一些妥協 妥協 必須放棄一些東西 像這部電影主角 他放棄了一些 放棄他的身體 放棄一些他最爭吵的概念 可是對於亞裔移民來說的話 他們的童話過程是必須要進 他們童話過程 最艱難就是說 如何去融入 如何去找尋認同 那如果電影中的話 其實蠻多的 像王穎以前拍的喜福會 就是一堆在美國社會中 生存的一些女孩子 怎麼樣子跟美國社會協調 取得一個平衡 怎麼樣去試圖進入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喜宴也算是 因為喜宴也是 大陸移民跟台灣移民 在那個地方的一個喜劇 雖然說是一個喜劇 一個蠻好玩的故事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各種那種他們企圖融入社會的各種現象 所以說蠻多移民電影的 如果要講的話 可以講一部就花骨歌 很古老的一個歌舞劇 它是好萊塢第一部 全部亞裔演員的一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當中呢 那是拍給白雲看的電影 就充滿了那種亞裔的刻板印象 那有異國的情調 對 那這亞裔刻板印象 到底對亞裔是不是好呢 這就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花骨歌的故事大概是什麼樣子的故事 花骨歌就是一個那種也是那種舊金山移民時候有一個新娘有一個遊購新娘 就是那種從那個大陸就是慢慢從那個中國跑來舊金山 然後他跟一個一個一個人結婚王大 可是王大他喜歡另外一個非常的美國華人的孩子 就是他就在比較這這幾個人怎麼樣子怎麼樣子在美國社會當中 企圖找到一個平衡點 對 這樣一個一個故事 所以真的是文化衝擊是非常大的 就是東方跟西方 那既然你決定要就是移民到美國去 那首要就是要挑戰的就是童話的問題 剛剛小摩也有講到另外一部的亞裔移民的故事 這是喝一碗茶 喝一碗茶 對 那也是王穎派的 也是那個喜福會的導演王穎 那王穎本身就是一個美國華裔導演 他非常注重關心那個移民議題 那其實吃一碗茶跟這部電影是比較有關的 因為都是在發生在紐約 也是發生在曼哈頓這個地方 那他的故事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新娘來到了紐約 可是他卻本來要嫁給一個 他就是結婚嫁給一個華裔 可是他卻跟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男子搞上了 你可以想像這樣一個情況 在那個美國社會 對 美國華裔社會是一個非常 層出不窮 是一個蠻驚世害俗的一個行為 驚世害俗的事情 對 這是不容許那個美國社會的行為 所以說這部電影 基本上他也是講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那部電影其實後來還發生一些蠻寫心的故事 對 就後續發展有很非常寫心的故事 不是那麼寫 就是說會流血 這次就是服飾傷痕的話 就是小莫覺得特別值得推薦的地方 或者是適合什麼樣子的觀眾看呢 這部電影其實 我們剛剛有提到演員 演員當然是 都是非常的好的演員 演出三個非常豐富的角色 那其實我要講說這部電影的場景 我看的時候我幾乎分不出來 那到底是不是有電腦做成的 因為他對那個早期紐約的那個視覺呈現 非常的 非常怎麼樣 非常奇異 因為有些地方你可以感覺出來 那好像是那種沒有BOT過的紐約的那種 你還可以看出來紐約那些建築的感覺 那種 怎麼講 那種防火梯 可是他卻同時又呈現一種懷舊的感覺 譬如說裡面還有出現中央公園 也是一個很漆的感覺 那是我們熟悉的地方 可是卻抹上一層懷舊的色彩 那這種 你像這種懷舊感又熟悉感的塑造 我覺得在視覺上至少對我來說 我看的是覺得蠻特別的 那此外這部電影當中很多音樂服裝 譬如說男主角他是在歌劇院工作的 他必須要你知道弄出很多豪華的歌舞出來 那一些很精細的塑造 那些經營這部電影當中都做得蠻不錯的 小摩其實自己也有去紐約撞遊過對不對 就是去很多個不同的地方去喬盛 所以你就是現在你就是去的紐約跟 就是電影中的場景就是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就是覺得有一種那種好像前世的感覺 前世 還是有點熟悉 可是又是又不一樣 可見紐約其實他並沒有變很多 他只是那個人啊什麼變 可是他基本上那個早期的感覺他還是存在 至少在某些地區 而且1920年到現在也不過100年而已 也還好啦 不會變太多 其實沒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樣 對 那覺得這部片特別適合什麼樣子的觀眾看呢 我想這部電影有非常那個 怎麼樣子婉轉動人的愛情故事 所以說基本上一般觀眾去看都會 都會得到一些 就一些覺得蠻有趣的 至少有愛情 那此外這部電影當中的移民議題呢 如果說我們看這部電影 我們說我們可以去想像一下說今天 美國是怎麼樣變成的 就是說美國這樣移民社會 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可是事實上都是在這一百年當中 不斷的這種移民的掙扎 怎麼樣不斷的掙扎 不斷的努力 就是妥協 慢慢的造成變成今天的美國一個美國夢 那事實上他們在過程當中 其實也也失去了不少東西 也也丟掉很多東西 為了要迎合這個資本為主的美國社會 那今天非常感謝小萌 幫我們介紹服飾傷痕 謝謝小萌 謝謝